为了让山德拉获得胜价 我可以做任何事 我是个人用饭子 我现在需要的是现金 但市价是台币9万呢 根据统计 全球每年有超过一万笔的非法器官买卖 这些买卖大约集中在中国 印度及巴勒斯坦等国 一桩桩跨国家 跨种族 跨阶级的国际贸易 每天都在交易着 在印度 赫马打算卖胜还债 在加拿大 罹患肾衰竭的山德拉 深受喜肾所苦 地球两端的国家 两个不同的命运 唯一确定的是 如果有人想获得肾脏 必然有另一人必须提供肾脏 两个肾一样大小很正常 我认为我没有做错事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我必须要活下去 5月17号 周五晚间10点 主题之夜 器官黑市